近日,一阵寒潮习过,哈尔滨的气温来到了零下近20摄氏度。 在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内,无人机拍到了树头东北虎围成一团,倒在地上晒太阳。 有网友表示,就连一贯独居的东北虎也扛不住了。 12月26日,记者在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内看到,三五成群的东北虎,有的在雪地里打滚兮兮,有的在互相奔跑追逐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零下十几度的天气,对于东北虎来说并不难熬。 和所有的皮毛动物一样,东北虎夏天脱毛防暑,冬天则会换上一层厚厚的皮毛抵御寒冷,同时还会积累很厚的皮下脂肪御寒。 因为就是在野外,我们知道野生的老虎它都是一种独居的,是吧,特别这个年龄小或者年龄老的呢,这样的老虎呢,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保温的措施。 它会躲在这个比较暖的这个山洞啊,这个树林里面,所以在我们这个散光区来讲,就是因为种群的密度比较大,老虎出现这种群氧的这种现象,所以说也就出现了这个抱团取暖的这种现象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一只老虎夏天的投胃量是8至10斤白条鸡和精猪肉,而在冬天时,一只老虎的投胃量要达到12至14斤。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一年这个最寒冷的季节,我们知道老虎在野外越冬需要很多的能量,那么相比夏季呢,它需要的更多一些。 那主要我们采取的措施呢,就是在这个,在老虎的饲料投胃上。 可能说是冬季的时候呢,因为这它投胃量要占比夏季要高出30%左右。 目前,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有500多只东北虎,部分老虎根据不同年龄段进行分群散放,也有一些老虎在龙舍里生活单独圈养,散放还是圈养,根据东北虎出生后的种群而决定。 2020年的这个新出生的老虎占50只,那么今年的这个老虎现在到现在还是刚刚半岁的时间。 半岁的这个日龄来讲,对老虎呢,年龄还是比较小,比如像这个冬季,我们现在的冬季,它现在不能放到外面这个散放区。 那么转过明年的夏季,在一岁左右了,我们要给这个幼虎啊,提供这个大的散放区,就要进行这个野外的这种适应性的锻炼了,锻炼它的体能和适应能力。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外面这个散放区呢,就是说经过锻炼以后的老虎两岁,都可以抵御这种严寒了,说明它这种体能啊,也逐渐在提高。